大家好我是Rona老师 大家好我是佳玉老师 今天的格局呢是市面上很常见 大家一定会讲到的格局 那也是跟我自己很喜欢的 贪狼心有关系的格局 那接下来的内容 就请佳玉老师来为我们做介绍 好这个格局的名称叫做 新日贪狼号约风流彩帐 把我的旗子拿出来 所以就是称为一般我们听到的 风流彩帐格 好那这个其实风流这两个字呢 在古时候呢是一个称赞的名称哦 它的意思是说 它是风采特异才华出众 那采杖呢最早的意思指的是 我们的这个外交官初始外国的时候呢 手上拿的这个手杖 那也表示国家的权力 于使节代表国家的身份 那装饰训利的这个代表的是 国家的权力的手杖呢 来衍生出成为代表刑罚的意思 刑罚司法的意思 所以这个风流彩帐格呢 通常就会被人家引申为 因为才华出众太受欢迎好色 而犯了刑罚 那阴色泛型的意思就是从这边来的 但是呢事实上 如果呢依照古书上面的这个排列组合的话呢 其实贪狼心要阴色泛型的几率呢 其实蛮高的哦 那每一张盘呢就会有十二分之一的可能性 所以是不是很不合理啊 嗯 没错 好 来我们看一下下面的注解 假如贪狼阳刃同还 生命于隐功 为人聪明更主风流 若遇先功则平已 余祥之非也 隐功无情阳到位 只有陀螺 所知后学要名此论 听起来古人也讲了说 哦 这里有陷阱哦 嗯 假如贪狼心呢 与阳刃同功 坐落于生功或者是命功 在隐的地之位的时候呢 阳刃呢指的是情阳心 那这样的人呢聪明而风流 那这个风流呢是才华洋溢 再加上贪狼心是颗人缘好的大桃花心 更受欢迎那更加的有魅力 那跟我们现在人所谓的风流好色其实不同的 更妙的是说呢 贪狼跟情阳呢 根本不会同功在隐的位置上哦 没错 若遇贤功则平已 如果呢没有会到情阳心的话呢 就还不至于会有 因风流而阴色泛行的状况 余祥之非也 隐功无情阳到位 只有陀螺所知后学要名此论 嗯 好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呢 所以其实不是上述所言 其实说的是 那前面说的情阳心在哪里呢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所有的贪狼加了情阳心的话呢 都会有这样的特质 那表示说呢其实是情阳心给了贪狼心的更多的欲望 更多的动力 那这样的人呢是不是更热情更博学 而且充满浪漫 要变成这个风流彩杖这个格局呢 需要是在隐蔽的地支位加了陀螺才算是哦 那如果呢不是在隐蔽的贪狼心加了陀螺的话呢 只能说这个人呢异性缘不错 那至于风流彩杖最后会变成所谓的阴色泛行的话呢 那一个人风流浪漫有才华热情奔放的人呢 那自己本身已经有个贪狼心加启阳的话呢 那贪狼心话记其实不太敢冲 所以不适合用在这个地方哦 那有欲望有冲劲 再加上汇合到其他的桃花心的话呢 那是不是呢很容易就会有发生桃色问题呢 但是呢要用那根漂亮的彩杖说成被杖打屁股的棍子 说这样会因为阴色泛行呢会被关那有点太夸张了一点点 前面嘉宇老师提到的呢 如果要运用在现代的食物上面的的话 大家有没有发现 因为结婚以前古时候没有婚姻法嘛 可是现在有婚姻法 那我们如果是在运线的夫妻宫 然后讲到了感情的事情 然后有音色泛行 是不是就可以把它理解成 因为外遇而离婚呢 其实啊所有的格局现象都是要套这样子使用 那不一样的时代 不一样的时空 不一样的生活条件 不一样的背景 以及不同的国家相对于不同的法令 它产生的结果就会不一样哦 大家有没有因为这样子 而觉得子卫斗数越来越有趣呢 那喜欢这支格局的影片呢 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以及分享 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